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 这本书特别好啊 特别好 这个好不容易从北京到啊 在十万份特别节目里面来 好不容易到了啊 这个 这个叫老北平的故谷点 这个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啊 百花我看百花文艺出版社是哪个省的啊 天津的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游边三三个零五一啊 西康路像天津啊上海啊青岛啊广州啊 他们很多地名是用其他省市的地名来命名 包括台北证明这些城市历史可能稍稍有点短啊 稍稍有点短 这个 我前两天就评价了啊 这个白铁征这位老爷子可能现在都不在人世了啊 他后来全家去台湾了 他去台湾了 四八年底逃到台湾去了 他的水平我认为在某些方面超过老舍啊 白铁征也叫中征先生 他戏出名门 又成庭讯 什么叫又成庭讯啊 小的时候人他们家有这种传承 书香门第啊 学诗学礼啊 也学诗歌诗词 也学礼节礼啊 博学多文 若冠若冠之年啊 若冠之年 而后入北平国立一专习国画 到北平的国立的艺术专科学校 学习国画 曾先后受教育 国画大师 朴心奢 朴仪的朴 心情的心 奢啊 南方有个奢族啊 陈诗增啊 陈诗增 陈诗增 我有一客户就叫陈诗增啊 北京市汽车研究所的 还有一个叫陈诗梦的 陈水扁的国策顾问 那个听说是陈步雷的孙子啊 还有灵执之 灵 久有灵云之 那个灵 执接的执 执啊 分支机构的执 灵执之 朱先生门下 他拜了至少这三个老师啊 得其心传 心草子头 心火相传啊 就是入始弟子啊 这个不是那种 听过两次课啊 就叫称呼某某大师 为自己老师那种啊 是真正的弟子 一专毕业后 即从事美术教育 并遣修数十年 会试造诣之身 为海内外鉴赏家所公认 后执教于台南成功中学 成功大学啊 成功台南指的谁啊 正成功啊 刻于义 操乎为文 啊 业余时间也写点文章啊 技术老北京的风土 为文艺界推重啊 就是推崇也可以 我为什么喜欢他的文章呢 因为他去了台湾了 好几十年就没回过北平 所以他的记忆完全是那个年代的 而老舍 他后来解放以后又从美国回到北京 他为了迎合当时的当权者 他做了一些修正 所以老舍的东西也只能说参考着看吧 虽然老舍也很有文才的一个大作家 精味作家 老北平的鼓鼓点啊 夏续 夏元瑜 给他做了个续 下边有分很多种啊 什么艺人多怪呀 谈情趣呀 五十年前艺行为呀 老北平谈蛇呀 艺故都企业鬼才张子鱼 漫谈吃面 面条啊 与贼同龙 与贼在一个笼子里啊 一个牢笼里 杀猪 祸声 祸声就是叫卖 卖货的声音 狗瓣啊 烧饼 油炸鬼啊 这个腰刀伟立 化更关 故都三伐 啊多了 这很多啊 我给大家读一段吧 还有一个续是陈续 叫陈继莹 又给他写了一个续 老北平的顾顾点 大家一看着就知道了吧 五门 是吧 五门献福 当年李自成的岳父高英祥 就是五门献福 开刀问斩 下去啊 下元鱼啊 元朝的元 周瑜的鱼 人都希望知道明天的事情 股票 涨落如何 军事 政治的演变如何 太多了 于是古今中外的星象污补 一英俱星 这就是算命嘛 实际上算命 有的是瞎扯 是吧 你做善事 同时保持对外界环境的预见性 警惕性 就可以了 是吧 有些人 哎呀 算命 大师 那就是个营生 那就是个职业 啊 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知道明天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大致推想得到 但是突发的意外也极多 我经过了两万八千多个明天之后 得了一个结论 两万八千多天就活了八十岁 是吧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五你乘以八十 对吧 可不是两万八千多天吗 如果是三六零乘以八十 那是两万八千八百天 是吧 五再乘以八十 四百天 这就是两万九千二百天 那看来他写这个的时候 他不到八十岁 也快了啊 七十好几了 得了一个结论 就是明日之事 绝不能料 就是没到明天呢 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 就像今年年初 去年年底 至今蔓延全世界的疫情 谁想到了 对吧 既不知环境怎么变 也不知自己怎么变 我一生和动物为伍 他和动物为伍 难道是个动物学家吗 万想不到 暮年之际会成了作家 年轻时也算过几次的命 谁也没算出来 林老啊 林老啊 老了老了 博得老盖仙 老盖仙的清育啊 没准 兴许 是天上的文曲兴君 下界呢 这个人对自己很自信啊 世上 进朱者赤 进墨者黑 老朋友 白铁征教授 在成功大学建筑系 任教多年 退休后 迁来台北 台北 应该就是台湾的文化人聚集的地 就像北京 是吧 北京有很多怪人 奇人 怪才 奇才 他原是有名的国画家 我劝他写写稿 一则可以排遣闲暇 二则 可把若干年的人生见解和行将湮灭的旧调意识 全可告诉下一代 于是他放下了作画的毛笔 拿起了原子笔 原子笔就是咱们说的原珠笔啊 按照他日常所说的北平话 是吧 台湾称呼北京为北平 原来啊 开始写了出来 源源不断的在华赋 石赋 连赋 他说的是几个报纸的 或者杂志的副刊啊 还有别的大小杂志内 一篇篇的登了出来 人家有料 是吧 富刊的主编全很精明 一双慧眼 知道哪路文章有哪路的读者 对吧 他的读者不一样 感兴趣的话题不一样 于是决定哪篇文稿可用 哪篇不可用 白先生的稿子有许多是我经手记的 所以能肯定的说 从没见被报社退回来过 诸位读者 您别以为有我记了 报社也许讲点人情面子 可以不退 那是休想 人家是买卖生意 媒体嘛 也是生意啊 只要祸好 毫无情面可讲 是吧 没被人退过 就可见这三家大报的 副刊主编 都认为白先生写的不错 可读可登 时光快得很 晒过披毛鬼 骑着摩托车 不觉一年有余 算算登过的稿子不少了 足有十万字以上 印出来够一后册的了 事又凑巧 慧龙出版社 智慧的慧啊 龙凤的龙 的唐吉松先生啊 唐朝的唐 吉利的吉 松树的松 唐吉松先生 他的发行网很广 信用又好 正向我要搞 我是过了期的乳牛 这个乳牛啊 他老了 榨不出乳汁来了啊 情不出一滴 无以应命 一想白先生的稿子不少 他的口吻和我差不多 就是他们的文风 他们的风格啊 接近 干脆把唐先生推到他那去吧 他们全是老实人 唐先生绝坑不了他 让他们去合作最好不过 就是价钱啊 是吧 也有价值的呀 是吧 作者也不能白写呀 对吧 唐吉松先生 看了那些稿子 十分的满意 于是决定排印 排印啊 这本书是白兄的 第一本的著作 别说他年轻时 就连在两年以前 也没想到他会写了一本散文 今天不但写了 而且写得不错 新书已排好了版 我把经过的情形写将出来 聊以待续 年长的读者看了这本书 勾起无限故国忧思 什么叫故国忧思啊 大陆被中国共产党占了 跟着国民党走的人 要不然你留在大陆 就得掉脑袋 被劳改啊 被另眼相看 被歧视 被关押 要不然就跟着国君 国府来台湾 所以叫做勾起无限的故国忧思 年轻人看了 可以知道 上一辈的人 如何生活 若干往事 都成了过去的烟云 绝不会重演 从此永世 在这本书中留下一林爪扮 成为历史的沉寂 旧的和新的并不截然无关 今天的时髦 正是昨天的陈旧演变而来 年轻的身体里 含有多少往昔的遗传 今天的生活 也含着往日的方式 您从这本书中 也能追本溯源 找出不少您所想知道的事来 做序的人往往言不由衷 昧着良心瞎捧一阵 有的人请给我做个序 都是吹啊 吹捧 我老夏的名誉 可一向不错 读者们都说我诚实 可靠 您如果站在书店里 随手翻到我这篇序 我劝您 不妨买本回去 细看看 说的很实在啊 很实在 这上面说 一笔一画 描北平的风俗 一点一顾 谈中国的文化 一点一顾啊 典故啊 一世一物 皆古老的风情 这本书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可惜篇幅不太长 只有两百六十九页啊 两百六十九页 这本书是第一个了 有